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6年,世界十大古墓西是珍宝的巴勒墨家墓浅会修饰的地下墨穴,八千具干尸吊墙上的壮观古墓,你见识过吗? 这座古墓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,当人们不幸走进碎石地下室中,抬头一看,立刻被眼前的一幕下的大声尖叫,就在这座古墓的墙壁上悬挂陈列着八千巨墓南衣。 这些木暖衣的脖颈和脚被吊钩悬挂,穿着价值昂贵的衣服,头部下垂,看上去像在默默地祈祷。 这些木暖衣尸体摆放姿态各不相同,其中两个儿童并排地坐在一张摇椅上,有男人、女人、少女、儿童、孙女等等都被分别被陈列。 这座古墓里为什么有这么多木暖衣?最早的有几百年历史,还都以上吊的方式陈列,就为下人玩玩。 原来,这座古墓是1599年被修士们偶然发现的。 古墓里有许多墓穴,里面还有一些制作木暖衣的完整工具。 于是,他们决定为一名刚刚去世的修士制作木暖衣。 从此,制作木暖衣的风气,开始在西西里岛上盛行,直到1880年才被禁止。 这个地下墓穴的第一个木暖衣,是希尔维斯特罗。 许珠参观者看着他的尸体默默祈祷,对他表达了一种由衷的崇敬。 后来,当地妇人和知名人士的木暖衣,也被陈列到这里。 他们死后穿着特制的衣服,这些衣服每隔一段时间,由死者家属捐款出资进行更换。 据称,这里还保存着西班牙著名画家维拉斯海兹的尸体,但是其尸体具体位置尚无人知晓。 这个地下墓穴的神秘之处,在于西西里岛人使用独特的木暖衣处理方式,死者尸体被悬挂在地下墓穴的陶瓷管上,风干八个月时间,而在此之前尸体用醋进行清洗,并暴露在流。 洞空气环境中,经过这些处理后,一些尸体用防腐药物保存,另一些尸体则密封在玻璃处中。 虽然制作木暖衣被政府禁止,但许多人都逃避了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定,在二十世纪初,把木暖衣放置在这个墓穴中。 最后保存到这里的是一个小女孩,年龄仅有两岁,名叫罗沙利亚洛姆巴尔多,保藏的时间是1920年。 她死于肺炎,尸体保存几乎完整无缺,从她的黑发壁眼到细致的眼睫毛都清晰可见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